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那我们上节课呢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我们Python3新特性里面的语法部分 我们分别呢 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音谱子函数的变化 然后呢 介绍了我们的复旋桓的变化 还介绍了我们的这个二进制以及八进制的这个像十进制转化方面的变化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Python3新特性的学习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制函数的变化 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字典在Python3当中的变化 那么这两个变化呢 都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 然后呢 也是很常用的 同时也很有趣 希望大家呢 可以呢 和我来一起记录今天正式的学习 OK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PPT 它是怎么写的 我们这节课呢 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的range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和我们的这个字典 然后它现在呢 在Python3当中的变化 我们首先呢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range函数 实际上我们这个在Python2当中呢 我们呢 可以用我们这个range或者是xrange 然后这两个函数呢 我们来创建箱的列表 然后通常呢 存在我们的这个复循环里面 或者是呢 我们的列表集合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字典推导式当中 然后呢 这两个函数我相信呢 就大家在复循环当中呢 就也是经常会用到 那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 我们对于这种函数它的变化是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已经呢 给它呢 打印在PPT上了 它主要的变化呢 就体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range函数呢 它的实现方式呢 就是比与xrange这个函数相同了 那么呢 同样呢 它的名字呢 就是也都会改为我们的range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函数的话 然后它的名字呢 就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它的名字呢 就是已经有改变了 同样呢 我们呢 在Python3当中呢 如果说我们要使用我们这个xrange 也就是说像Python2一样 我们使用哪个都可以 实际上是不一样了 我们如果要使用这个xrange这个名字呢 它肯定会返回错误 它提醒我们的这个 它已经没有这种函数了 我们要使用的话呢 必须要使用我们的range函数才可以 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range函数呢 它的返回值也做出了相样的改变 也就是说呢 它返回的呢 是可带的对象 已经不再是列表了 所以这个也请大家注意 如果说我们在Python2当中 我们的程序用到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它返回的呢 是列表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都要做相样的修改 因为它的返回值呢 已经改变了 它的返回值呢 不再是列表 而是呢 可迭代的对象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要是想使用我们的range函数呢 或者一个list 或者一个列表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它进行这样的转换才可以 也就是说 它的返回值不再直接是list的 要经过转换才可以成为它 才可以呢 是它的结果呢 成为列表 那么这个呢 我们会给大家实例 让大家呢 从实例当中去看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已经呢 把这个实例呢 给大家写好了 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说 我们首先呢 会在Path2当中去印这个代码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呢 在Path2当中 它的运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呢 我们还是呢 请大家先读一下这个代码 看看我们的代码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我们的这个range 或我们这个xrange 这两个函数呢 实际上呢 它呢 都是 在我们的复系环当中是经常会用到的 那么譬如说呢 我们当它从0到100进行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函数去进行循环的 去进行从0到100的这么的一个 递增的一个循环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实际上是从我的这个 Timer的这个库里面呢 实际上呢 是我引入了 就是我们这么一个Timer的函数 它的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是起一个计时的作用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我先打印了一下 我这个Python的版本 对吧 打印完版本之后呢 我呢 分别的就是记一下时 计算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两个函数 一个是test认值 一个是x认值 然后呢 我们这两个函数呢 它的就是运行时间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是要进行大概是100次循环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最后打印一下 然后它的最后呢 执行的时间是多少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先运行我们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代码 它是它在我们的Python2当中 它运的结果怎么样 OK 那么我们的现在Python2当中 我们先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呢 实际上呢 是打印了一下我的这个Python的版本 那么打印完我这个Python的版本之后呢 我呢 分别呢 是运行了一下 我们这两种循环 然后呢 就是一种呢 是用认值函数去实现的 一种呢 是用插认值函数去实现的 大家看它们的性能呢 略有差别 也就是说 对于Python2来讲 那么呢 它们呢 在这两种函数实现的内部 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导致它们的性能呢 是运行100次的时候是略有差别的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用同样的代码呢 我们还是 我们呢 要在我们的Python3当中 然后去给大家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 看看它运行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我们同样的代码 我们在Python3下面提运行 OK 第一个呢 大家看 它还是呢 打印出来我们的版本 之后呢 它呢 软了一下 我们这个TestRange这个函数 它的这个性能 但是 它们的底下会爆出一个错误 然后它告诉我们这个name 也就是这个XRangeName 然后它没有被定义 所以说这个就验证了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XRange这个函数和Range这个函数 我们在我们的Python3里面 它呢 会合并为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再使用这个名字 它肯定会报错 OK 所以说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语句呢 给它注释掉 然后呢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它的这个结果呢 会怎么样 OK 它首先呢 还要打印一下版本 然后之后呢 它呢 软了一下我们的这个TestRange 然后它的性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呢 然后是大概是运行100次的话 它是2.45秒 那么呢 它呢 跟之前我们的这个Python2当中的 这个XRange还有Range的这个函数性能呢 实际上呢 它起到了一个 折中的效果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 尽量规范化 尽量减变化的这么一种体现 也就是说呢 它呢 把这些比较勇余的东西呢 它呢 都变成相同的处理方式 而且呢 它呢 对这个性能也做了一定的提高 然后做了一定的折中 所以说这个Python3的好处呢 就在这里 然后之后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我们这个认识函数呢 它的返回的 它的这个类型就已经有变化了 它不再是列表 它是一个可贷的对象 那么当我们需要列表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必须得用我们这个list的这个函数去转换才可以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list的函数已经转换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的结果呢 转化成列表了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润值函数它的一些具体的讲解 所以说呢 最后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总之呢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呢 把我们的拆润值去掉了 然后呢 我们只用我们这个润值函数去 进行我们复学案当中呢 就是这种迭代 并且呢 它的返回值呢 产生变化了 它已经不再是列表 而是可迭代的对象 那么我们想让它成为列表呢 必须要显示的去转换 OK 那我们这个润值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我们的字典 我们这个字典的这种数据结构呢 我们呢 在我们判断当中呢 就也是很有用的 我们经常去使用 那么我们这个字典当中呢 有几种 它的这个内置的方法 它的名字都已经改变了 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三种方法呢 已经被我们的这个新的 比较短的名字所取代了 所以说我们在比较老的我们的代码当中 如果说有用到这三种方法呢 我们一定要 一直到Python3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替换 也就是说呢 它的名字 然后已经它不再是很永长的名字了 已经是非常简单的名字 然后呢 它呢 很严谨一概的 就是表达了它这个方法的作用 而且呢 它们的返回值呢 跟刚才我们认识一样 它呢 也是返回于我们的可迭代的对象 也就是这个可迭代的对象 它呢 就类似于极的它们这种结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它不是呢 返回的单纯呢 是我们之和 建核值的列表了 那么这个呢 它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不进行这个建核条目的复制情况下呢 就可以在其上呢 进行我们SET的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 这些函数返回值呢 然后它呢 都做了一定的改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呢 也就更统一了 并且呢 它在我们操作上呢 也会更简便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通过我们Di的实例 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那么呢 我们这个 这几种 字典内的方法 它呢 是怎样去使用的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建了一个字典 那么我们这个字典的话呢 然后呢 我们呢 分别使用了它的K方法 使用了它的Item方法 而且呢 还使用了它的Value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就是一会儿呢 还是从实例当中给大家去运行去演示 让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出现的效果是怎么样 为了继承时间呢 同样我还是把代码连接给大家提前写好了 然后请大家呢 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那么我刚才讲过我们这个D呢 实际上是一个字典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使用了它的Item方法 我们print了一下它的这个Item里面都有什么 之后呢 我们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 然后打印了一下它这个Item里面的内容 然后之后呢 我们使用了它的K方法 然后打印了一下它的K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呢 使用了我们这个Values方法 然后我们打印了一下它的值 它的这个Values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代码 我们呢 还是呢 在Python3当中呢 给大家去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运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OK 大家可以看它运行的非常快 对吧 那么呢 我呢 这个DItem里面呢 实际上呢 我呢 就是这么一个 键和值的 然后这么一个集的 这么一个组合 实际上它呢 是一个可迭代的对象 是这么一个键和值 这么一种组合 那么呢 我们呢 就是分别打印我们这个Item里面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两条 对吧 这两条呢 它呢 分别就是打印了我们这个Item里面 然后它的这个内容具体是什么 之后呢 我们打印了一下我们这个字典里面的Key 然后它Key呢 就现在用手里的1和2 对吧 然后之后我们打印一下它的这个 用Values的方法 打印一下它这个Values的内容 实际上呢 它呢 就是我们一个是 前面这个单词 一个是后面这个单词 这个都是和我们的Key是对应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这个代码的目的呢 它呢 就达成了 大家已经要注意 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我们这个方法名字 都已经做改变了 OK 那讲到这呢 我们字典这部分呢 也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呢 请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方法名字 它呢 已经有所改变了 另外的一个呢 它们的返回的东西呢 就是也是变成可迭代的对象了 所以说呢 它呢 已经不再是 间合值的列表了 它而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么一种 可迭代的值了 所以说呢 大家注意这两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讲到这呢 我们的这个认知函数呢 和我们的字典呢 我们相关方法呢 都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请大家等一下回忆一下 那我们认知函数有什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把认知函数和我们插认知函数 合二为一了 之后呢 它的返回值呢 就变成了 我们可迭代的对象 已经不再是列表 那么同样我们字典就也是一样 那么它的返回值呢 就也是变成可迭代的对象 另外呢 它的一些方法的名字 然后已经做改动了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熟悉 我们先讲的内容之后呢 然后呢 会在课下呢 进行复习之后呢 针对我们先讲的东西呢 然后自己呢 动手去编程去练习 这样的话呢 学习起来的印象呢 才会更深刻 OK 那我们下节课呢 就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字符串和我们的字节类型 那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和字节类型呢 就是也是我们大家在编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那么它在python3当中都有什么新变化呢 那我们这个字符串和我们的这个字节类型 然后这个python当中是不是更加规范化了呢 那么呢 如果要是想知道详情的话呢 请大家的下节课呢 跟我一起来学习 好 我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儿 谢谢大家